梦想街57号世界珍宝鉴赏大会开始 首先欢迎各位参加莉莉我们世界珍宝鉴赏大会的现场 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个架势 你就知道了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所有的宝物都是西式珍宝 而且价值连城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也特别邀请了两位保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制作单位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因为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些来宾所带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价值里面珍贵的宝物 也是心爱的宝物 所以这个价值的话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我们节目里面除了今天之外 以后我们也会特别邀请到国心保全 来替我们保全这些宝物 所以也谢谢两位保全公司的同仁们 谢谢你们 那这边也要告诉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因为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想要来参加我们节目 但是您非常担心说 我这些珍贵的宝物呢 带来你们节目现场以后呢 到底会不会发生意外 但是呢我们这边也要告诉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不只有保全 甚至呢我们呢 还有保险 所以呢你这些东西 放心的来参加我们节目 好您如果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话呢 没有关系您也可以呢 这个拍张照片然后呢传给我们的制作单位 我们的制作单位呢位在台北市中下西路一段四号十九楼 梦想街五十七号搜 不管你是有古董或者是这个 鑽石啊翡翠啊项链啊 全部都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来联络 好麻烦各位呢 观众朋友们可以踊跃来参加我们节目 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特别邀请了两位的来宾 那这两位的来宾呢我刚刚稍微孤了一下 那真的是价值连城 首先呢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宜芳姐欢迎宜芳姐啦 大家好 好我们的营养师宜芳姐的话 家里面珍贵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多 上回带来你的酒对不对 对我的酒也是蛮贵的哦 也是很贵的 那平常呢我都会在这个电梯里面碰到宜芳姐 那他手上的这些翡翠啊项链啊一戴出来的话呢 哇也都是不得了的 所以啊我今天叫你代表圈来啊 万一东西掉了怎么办我要找你算账吗 您评估一下您今天的东西的话大概价值多少 无价到无价 无价到无价 对因为我不卖就是无价我要卖就有价 哦是 他今天带来的东西有翡翠还有一些古董哦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待会呢要好好来鉴定一下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士林夜市里面的 药顿排骨的老板哦 还有的老板哦 我们的天狗 欢迎天狗 天狗 天狗现在生理不错啦 还好 还好还好吗 我那个东西的话至少的话它有它的特色 所以今天你邀请我带什么东西来的话我怕带到假的 如果是假的那也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重点是我那一碗最重要 哦 那一碗真实空间虽然一碗八十块 啊每天我如果有出门我饭就没烦恼 不用烦恼 天狗你像那碗哦 本来在几户起到多少了 没有啦四十开始了 哦四十开始了哦 四十开始了哦 四十起到现在哦 要炖排骨要买到多少了 八十 八十哦 哦 起一碗耶 没关系 你所有东西的 起的涨有级 全对撒过 是 包括我来的原物料 包括中有起的不及其的介绍 是 四十块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但是哦 待会儿要告诉大家哦 光是它那个碗哦 以前用的盘子哦 也都涨上来了 有涨吗 我不知道 应该有涨啦 对啊 我最烦恼的就是说 你叫我比较有价值的 我一直想想要听说哦 都想不说我们老公 到底有什么比较有价值呢 我们家家的东西有点不测漏啊 因为我们家在那屋宫居票 嗯! 屋宫居票 所以呢 这个老板 跟那个故宫的渊源非常的深 所以他待会儿呢 带来的东西的话呢 也是故宫里面的东西 我刚刚看了一下 不得了 我说 shirt 你这个鉴定如果是真的的话 你应该要送到故宫 送给故宫 没关系我的观点我认识 因为好的东西 他们看 punished 经压车 经丢了 otom closes 你自己看哦 这个独热不如中热 好 贊成这个样子 但是不是捐出來 不是捐出來啊 拜託的 我要給我 要點排骨一塊八十塊錢 欸 真不賺耶 那國共要錢 國家的 國共出錢加個米 要去店人 讓大家看 這個比較好 這比較好利吧 沒有啦 我看你剛剛 乾脆的時間 用盆呢 我就 沒有 如果 如果捐出來是真的的話 你直接放在你們家的那個店門口 要不就你們家請兩個包裹 我們家都站在樓口上卡裹 好啦 那重點是 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話呢 我們就要特別邀請了 我們的齊士林 齊老闆 歡迎您 來 慶雪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剛剛一看到有兩位保全道 我就知道今天這個價值連城了 所以特別把頭髮梳得也稍微穩重一點 這個配合到我們今天建議的工作 不過剛才我們蔡大哥講的很有道理 你們要看她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哲理的人 不管任何的寶物 其實真的能夠提供給大家欣賞 其實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 對 沒錯 就像是我們節目當中一樣 就是希望所有的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好好地認識一下這些寶物 不管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裡面其實有很高的一個姿勢含量在裡面 好 我們首先先歡迎我們營養師 謝宜芳 歡迎您 好 首先我們先歡迎宜芳姐 宜芳姐今天帶來的第一個寶物的話 是一個瓶 然後這個瓶非常地特別 對 好 這個瓶是怎麼來的 這個瓶是個師兄他去廣州 應該是福州買回來的 他應該買了有三十年的 他去那邊幫人家看風水 看完風水之後他剛好看到 這個東西蠻漂亮蠻可愛的就把它買回來 那擺在那邊他也不知道說值多少錢 那今天就請老闆幫他見價 好 這樣這個瓶子看起來好像有點年代 對 看起來有點 看起來這個古意盎然 對 應該是一個有年歲的東西 可是這很難說頂多只有三十歲而已吧 所以你說師兄那邊放了多久啊 他放了三十年了 那怎麼會送給你 他其實我們有個心願就是說 因為官聖帝君他想要開一個道場嘛 他就說哎呀他有些東西就拿來一賣 就是拿來跟大家結緣 那有緣的幫他請回去 沒緣就算了放在那邊 那我們順便在那邊見個價 我也不知道他價值多少 搞不好很便宜搞不好很貴 這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一個是關公一個是 一個是 來我們看一下好奇 然後反正說的官聖帝君是說 官聖帝君他 官聖帝君當時就跟我師兄講 他跟你提示說 你要做這個善事 對對對 我也想說 因為帝君他自己想要一個道場 今年要一個道場 他說剛好師兄有很多東西 因為師兄這些東西要買的時候 都帝君跟他說 你要買這個你要買這個 買這個 所以有很多很奇怪很好玩的寶物 那這個也是官聖帝君 叫師兄要買回來的 要求要拿出來一賣的 對 我們也是真的不知道 那師兄說就這樣子 看看大家心意 等一下這個不會打架嗎 官公會不會跟菩薩打架 這個 這個是上傳的吧 聖帝 應該這麼說 這個官聖帝君他是要求做善事 是的 並不是要要求我們來膜拜這個神奇的問題 好 那我們請 既然要做善事嘛 當然就是要先知道他到底有多少的價值 對不對 來我們請 我們請那個 請大家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從這個瓶的成這個形式來說一下 好不好 這個形式 基本上你看 有兩個如意耳 有兩個如意耳 這個口呢 是荷花口 可以看得出來 荷花口的 那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這個漢式的一個瓶子 那這個瓶子的姿彩是什麼呢 錫吧 哦 你認為是錫 是 所以我們來仔細研究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錫 那我們要知道這個東西的材質 可能我們要拿錯刀錯一下 是 真的嗎 會錯一定不貴的東西 這樣子可以嗎 沒關係 沒有 照說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不然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東西的金属到底是什麼呢 當然我們仔細看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錫好不好 好 因為錫這個東西 錫它是 基本上是白色的金属 可是白色金属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銀 銀也是白色的金属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也有可能是銀起了 另外呢 可是銀會變黑啊 這裡有變黑啊 這裡有變黑啊 已經變黃了 銀會變成黑耶 它沒有變黑 對 然後再來就說 它有可能是什麼呢 它有可能是白銅 白銅又稱德國銅 哦 那我們要看是不是錫 其實我們要看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基本上錫是打造的 對 那白銅是鑄模的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觀念 錫 錫製品都是打造的 因為錫的展現很夠 那這個 這個是不是打造的呢 我們看底部 我們來看底部 好 我們可以很肯定的 這是一隻鑄模的 哇 那就不是錫了 這是一個鑄模的 白銅 白銅的一個 也就是它銅跟鑄的一個合金 對 銅鑄合金 對 重量不很重 然後它是這個瓶子 我們再來看 它上面的花紋 這應該是雙如意瓶 雙環如意瓶 然後呢 這是一個密宗的 密宗的一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 文書菩薩 文書菩薩 文書菩薩呢 在密宗裡面 文書菩薩右手舉 劍 劍 代表智慧 對 左手呢 拿蓮花 代表慈悲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應該說是 這個西藏密宗的一個平 而且這文書菩薩的話 可以看它的法紀 它的法紀的話 有五個法紀 是 那是法冠 法冠這個地方 好但是剛剛你有特別講到 做這個的話是 有可能是錫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在福州 福州有產錫嗎 其實我覺得 因為這樣算起來 它頂多三十年吧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是覺得 它的做工真的很精緻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有點價值好不好 不過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產錫大國 我們也讓大家來認識一下 中國大陸的話 是第一大的一個 錫礦的一個生產國 那第二大的一個生產國的話呢 是位在這一個 印尼 那第三大是馬來西亞 那中國大陸呢 產錫的地方的話呢 最主要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 剛剛你講說這個錫 這個地方 叫做故舊 那故舊呢 四川嘛 雲南 雲南的地方 雲南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也有產錫 然後四川這邊也有產錫 包含像成都啊 重慶這個地方 還有武漢這個地方呢 也有產錫 那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呢 就是故舊這個地方 故舊這個地方 我曾經有去過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的話 你在那個街上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那邊的錫礦 就像是那個秦大哥講的 他們在打這個錫的時候呢 那個瓶子的時候呢 是用敲的 慢慢把它敲出來 就是這上面的這個圖騰的話 都是用敲的 慢慢把它敲出來的 是 那可是我剛剛在拿的時候 又覺得它好像 有點厚重 對 不太像錫 那剛剛秦大哥講的是 白銅 白銅 白銅稱為 德國銅 它是銅跟銳的合金 這白銅的這個 顏色就是白色的 好啦 然後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宜芳姐 您自己評估呢 這樣子的話 我把它估個 因為我想 為了觀聖帝君的關係 我估個二十萬好不好 二十萬 好 OK 好 關聖帝君的關係 好 來 我們評估一下 白銅跟那個錫 到底哪一個比較貴 當然 金銀銅鐵錫耶 因為這樣聽了就知道說 銅搞不好更貴喔 因為它是德國銅嘛 表示一定沒有很多年代的關係 一定是八國聯軍之後 一定是民國之後 所以 八國聯軍那年代也夠遠了吧 那也是清代的耶 而且八國年代的時候呢 不會做這種造型 它一定是西洋造型 而且還是進口的 搞不好進口更貴啊 所以秦老闆越講下去 其實我一直冒冷汗 應該是 有機會啦 有機會啦 二十萬啦 好 我們評估一下 請秦大哥幫我們評估一下 好 這個是白銅的 藏傳佛教的 寶瓶 雙如意 瓶 雙如意瓶 為了他吉祥的關係 我相信自己很貴 其實 其實這個文殊菩薩 又稱廟吉祥 你說的一點都沒錯 是 乃是吉祥之五 吉祥之五 對 這個吉祥之五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 六萬元 也不錯 也不錯 這應該是個老劍 是 其實如果說是 像這個瓶子的話 這個弓我覺得做得非常地好 非常細緻 而且他這個弓是不是打出來的 這是手工打的 還是 鑄膜 鑄膜以後再用手工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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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可以發現鑄膜 我們可以看到在下面 是一個鑄膜的 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沙膜的孔 對 這表示這是鑄膜的 但是他鑄膜以後 他不能 不能就這麼賣 他必須要慢慢的 用這個 打磨的方式 把它做成 這個 很光滑的 這個 跟這個很立體的一些圖案 吉祥武 哇 不得了 這個 吉祥武 吉祥武 文書施力法王子 是 六六大順 六二塊錢 好 接下來的話 這一個 這一個呢 翡翠的桌子 就是我經常看到 宜芳姐在這個 電梯裡面看到他 戴在手上的 對 這個喔 有時候我戴上節目 老九霖跟我說 這僱二十萬 其實我覺得 老九霖你高僱了 你看酒喝太多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喔 其實 我買的時候 我心裡一直很犯低估 它其實剛開始 沒有那麼綠 一點點啦 比較暗沈一點 後來一直慢慢長 你看這邊都慢慢長出來的 唉唷 會長啊 照你這樣解釋 再過個幾年 可能就全部滿綠了 嗯 我也不知道 其實真的是這樣子 後來發覺這邊有綠色 對對就綠色 其實我買的時候 只有一小段 而且顏色也不太一樣 所以想說 它是不是裡面有什麼染料 一直慢慢慶出來 不是那是因為你體質好啦 讓那個綠越長越多 真的嗎 對 很講出來的 其實老九霖他以前也做過珠寶 對 所以說我覺得它有一定的進展能力 對 遺憾你也沒看清楚 首先喔 首先我們就先用放大鏡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翠玉的桌子喔 我感覺上應該是天然的喔 有機會 沒關係 我們上光譜儀試試看好不好 好 來 宜芳姐應該是跟植物一樣會行光合作用 所以以至於造成它的綠會越長越多 對我覺得好好玩喔 為什麼我都帶在我手上綠 原本這一點點 然後也不是翠綠 原本是暗綠色 然後墨綠色 所以才會 其實當時那個時代的時候 整個綠色非常貴 那你那時候買的時候是買多少 其實我覺得很貴 大概三萬塊 我覺得很貴 那不便宜啊 我那時候在高島我買 因為我其實我這種很 我是這種很小氣的人 百貨公司 對我是個很小氣 我不亂買東西 我覺得在一般東西我怕被騙 我想說百貨公司可能安全 可是買完之後我老是覺得好貴 可能退又退不了 所以就是 很多人問我喔 說我的玉佩啦 或者玉琢啦 越帶越綠啦 或越帶越活啦 是不是真的 那有的人說你是心理作用啦 有的人說可能是什麼 這種自己的感覺 良好的感覺 那到底會不會 翠玉會不會越帶越綠呢 等一下告訴你 好來 殷大哥已經光譜儀呢 已經這個測試完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螢幕 我們光譜儀 可以看得出來 在兩千八的這個光譜的上面 它是一個三風狀 表示這是A的 翠玉 非常的開心 A的 不過呢 有沒有染色 有沒有抽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 有抽 因為它裡面有個雜質 我覺得有一個黑點在 老九龍也沒看到 那個黑點 才代表它是真的 那你要把它去掉的話 就會變立活 搞不好因為很難抽 所以沒有抽 對啊 有抽到其他地方 只有這塊抽不到而已 好的來 我們來直接評估一下 你們剛剛講說 那時候是買三萬塊 對 那你們評估現在呢 五萬塊就很多了 因為已經有點烈了 好來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翡翠手鐲呢 A貨的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兩萬五千元 蛤 賠錢了為什麼 不是A嗎 為什麼我跟大家看一下 我把這個為什麼找出來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桌子基本上是已經裂掉了 對 很明顯吧 是 桌子最忌諱就是裂了 裂了 不過有的人說 裂是因為替主人擋災 對 這個去貨了 所以對你來講也是一件好事 其實它這個已經非常的明顯 它不是裂在裡面而已 它這個直接看就看得到了 對 這直接這樣子看你就看厲害了 今年裂的 今年裂的 是 今年裂了 幫你擋掉災難 去年裂掉 去年裂的 所以幫你擋災了 你應該感謝他 是 謝謝 但是呢 其實坊間有很多 有關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翡翠的一個傳言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秦大哥 像剛剛那個 宜芳姐講說 他帶的這個 這個翡翠的話 越帶越綠 然後呢 他本來沒有那麼多綠 那為什麼越長越多綠 那這個綠的話呢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有一些人認為說 我帶越帶越綠 然後越來越亮的話呢 是不是代表它就是真的 那那也有人講說是 越帶越綠的話 它裡面是不是有染 染料在裡面 是是好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剛好你這個地方有一個 我可以借來比喻一下的 假設這是一塊翠玉的原石 這個翠玉的原石 我們要做出一個桌子來 我們是不是要經過一個加工 比如說我們要用電鋸 切磨 打光 拋磨 這些的工作都是高溫的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說在這個桌子的地章上面 所謂地章就是這個桌子的表面 這個表面的毛細孔呢 全部都被高溫的這個灰塵所覆蓋 那這個東西上了油以後看起來算是亮 可是它沒有毛細孔 對 可是戴在你的手上以後 經過跟你的皮膚摩擦 經過你不斷的在這邊就是人家說盤玉 這個地章的毛細孔就張開了 張開以後呢 裡面的那些孔道 就是所謂毛細孔的這些雜質就會吐出來 吐出來以後 這個玉就會看起來會更綠 甚至有些東西 有些因為毛細孔的被封閉 所以看起來不綠 然後等到毛細孔全部都張開以後 它就變得很綠 這是我們為什麼翠玉會變顏色的原因 但是你說要越長越多的話不太可能 它會不會帶到後來整個全部都是變綠的 那這個必須要去染色 所以也不要長太多 對 陳老闆講我懂了我懂了 這樣就已經很好了 是這個意思 那不錯啦 最起碼的話它還保值了 是保值了 不是假的沒有被騙了 對啦少了五千塊 少了五千塊 但是接下來這一個的話呢 這個就很好玩了 這個我真是很想見價 這是個很有用的 這個我剛剛看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故宮的國寶 不可能的 五花肉出來了 是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因為這是人家送的 我去參觀人家一個寶物收藏的地方 那寶物收藏的地方 那個人就送我 那個主人就送我這個東西 叫我帶回家 那問我什麼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還翻 他的書上面說這個叫琥珀 可是我想他不會那麼大氣 這是琥珀嗎 我想像他不會那麼大氣 送我琥珀 所以絕對不是琥珀 可是我還是很想請請老闆 幫我估一下是多少 我相信他現在在那邊看 可能是在冒冷汗 這感覺起來像樹脂吧 是 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是那個化工廠 搞不好他騙我 很輕耶 對 搞不好騙我 是很輕 可會不會化工廠外面的那些 髮質的東西直接挖過來給你 首先第一 他絕對不會是琥珀 因為琥珀是透明的 是喔 他有可能是蜜辣 是蜜辣嗎 可能吧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送我的人很小氣耶 不會送蜜辣 你們聞聞看有鬆香耶 我總覺得是騙人的 我自己來堅持的 是是是 是 送我這個人經常上新聞 是是是 琥珀最有名就是 侏羅紀公園那一個琥珀 裡面還夾了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 螞蟻在裡面 蚊子在裡面 這是後來融進去的 聽說都是騙人的 對 那有沒有 你有沒有把它仔細看一下 搞不好裡面有一點髒 搞不好稍稍看就知道 打不死的小牆 這個我們可以 可以做一個鑑定的評估 這個 這個看得很清楚 因為它有斷面 是喔 這有斷面 那這是什麼 我們來評估一下 您估的話 這一個的話 你說是琥珀石 它書上寫是這樣子 三到五千 我知道一公克是五塊錢 我不知道是這樣 大概三千塊好了 三千塊左右 好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管它是琥珀或者是蜜辣 待會我們請 請大家再幫我們看看 好看一下 到底是琥珀還是蜜辣 好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五百元 蛤 它是假的嗎 它是假的 它這個是蜜辣是一個 非常 質地非常 比較差的 對 比較差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的透度 是 然後呢 它這個斷層可以看得出來 氣泡非常之多 表示說 它這個不算是很久的東西 這個不是所謂百惡劑的那種 蜜辣跟琥珀 所以這個 這個應該 我應該斷定 它是真的 但是是便宜的 但是是便宜的 對 我還有一個 我自己買個 也是琥珀才五百塊錢 我都拿來燒來聞它的香氣 燒沒有用 燒沒有用 因為現在所做的假的 你燒起來也全部都是樹脂做的 是 所以 琴大哥 你說這個的話是真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坊間有人這樣子在做 我們用一個很笨的方式 這個 琥珀跟蜜辣的話 它的比重大約是在1.05到1.1之間 所以它比那個水的比重稍微重一點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蜜辣的話 放到水裡面的話 它其實會沉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比重的比較 我待會再請教一下琴大哥 這樣子做的話 那到底對還是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水 我們把這個蜜辣呢 放下去 好 沉下去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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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講的話應該沉下去啊 這是假的對不對 不是應該 是不是 剛剛那個琴大哥講的 其實它裡面的氣孔太多 非常多 對 這是一個應該算是年代 並不是非常久遠的蜜辣 裡面非常多的氣泡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很 質地很差的蜜辣 對 它是真的 它不是人造的 因為那個人本身很小氣 我相信 它不是人造的 它不是人造的 這個我們現在講說 虎布還是蜜辣 應該這樣說 在地球一萬年以前的白俄季 那個樹都有多高呢 都有三十米以上 樹的圍 樹圍對是在十米以上 那個樹都很大 所以他們的樹值 就是會低下來的樹值都很大塊 然後等到白俄季 因為地球的這個 這個地殼變動 就埋在地底下 那您剛才說呢 我給您估的那五百塊錢的 那個是現代的 現在那種價值不高 那這個呢 這個會不會年代比較久一點 這個因為它完全沒有透度 我們只要虎布還是蜜辣 一定要看那個透度 所以這一塊也緊供怎麼樣 拿來玩賞 對 所以不算是一種寶石 是 這個我評估兩百塊 這個兩百而已 是 我就拿來聞薰香用的 是 這個也不好聞 樹脂嘛 哪有什麼好聞的 您看我們不用花太多時間來聞 好 這一個是 畢竟這個蜜辣跟琥珀的話 量還是比較多一點 是 比較多一點 所以價值可能就不會那麼高 拉不上去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還有一個叫做磨盤的 這個磨盤怎麼是 怎麼是紅色的啊 這個 上面是珠砂啦 對 這個師兄都拿來裡面 就是來寫字用的 對 好 這一個呢 是這個珠砂的磨盤 而且呢 它是一個青花石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 這邊有一個圖騰在 那 那個師兄有沒有講 這是什麼時候的 有有有 那個其實這個是因為 有一個就是歷史學的教授 到師兄那邊 他跟他講 這就是清代的古建 他說這個很有價值 嗯 所以他就說 師兄那你就拿來請請老闆 幫他建架一下 清代的啊 對 清朝的 清清的啊 對 是 來我來看看 因為一個歷史教授講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歷史教授到底是真實講的 所以還是請請老闆來講一聲 來建架一下 比較安全一點點 是 這個倒是說了一句實話 找我鑑定鑑定 對 比較安全一點點 比較安全一些 比較安全一些 因為那教授說要把他帶回他家去 所以我們師兄覺得怪怪的 好 那那個 那當時的擁有人 師兄的話是怎麼來的啊 他好像說他去廣州 他那時候去廣州也是幫人家看風水時候 大概30年前買的 就買的 對 很便宜就是 那時候買多少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便宜 而且那時候他說是請人家用那個貨運載回來 就是海運載回來 就是要多便宜 用海運載回來 對 不過30年前還沒開放的時候 你如果用這個跟你換你的桌子 你願不願意啊 換我桌子喔 我當然願意啊 用這個換桌子耶 為什麼 對 因為這桌子已經才兩萬五塊 對啊 哦 所以你認為這個有最高於兩萬五千塊 其實我不會估啦 因為我是想試試看那個歷史學 叫做 有啊 您剛剛您估了一個30萬啊 對 哦 30萬 因為是清代的啊 對 所以你一定願意嘛對不對 嗯 嗯 我現在發覺老酒林真的不要喝他的老酒 讓他高興了一下喔 二十萬啊 兩萬五這樣子喔 好啦 那這個我們來請這個齊大哥來評估一下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評估一下 我們再來看看這到底如何是清 好不好 來 好 我們評估一下這個末盤 朱砂末盤 目前市場和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哇 這麼大 但是我不是想要有什麼叫大家 我就是行 什麼 我特別帶過來 我這麼的東西啊 包括大師 秦大師 馬上你幫我見價 這個絕對是無價值吧 是是是 那目前市場和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蛤 靠腰啊 我現在發覺老酒林真的不要喝他的老酒 讓他高興了一下喔 二十萬二萬五這樣子喔 好啦 那這個我們來請這個 我們來評估一下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評估一下 我們再來看看這到底是多少錢 好不好 來 好 我們評估一下這個末盤 朱砂末盤目前市場和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十二萬 哇 這麼高 這麼貴 這麼高啊 為什麼 這個是真的是一個老東西 是喔 怎麼判斷它是老東西 因為首先我們從後面來看 我從它的這個這個 呃 右色來看 這是個老東西 現在的右色不會 不會像這個樣子 喔 所以右色會比較更透明一點 對喔 然後它的花紋呢 但雖然這不是什麼官窑啦 是不是 是很有名的這個這個用器 不過這個器皿喔 它有一個名稱 您這個名稱呢 好 我們來看 好 叫叫做 墨盤 墨盤喔 墨盤喔 這個叫做朱砂墨盤 但是墨不是 不是這個筆墨指焰的墨 是磨墨的墨 喔 它這是可以磨的 喔 我們講一下說朱砂墨 它要怎麼樣使用 對 它是在這個水墨的字畫上面的 甚至老師拿來這個 這個勾勒 勾勒你的作業 還有在廟裡面呢 朱砂的這個符咒 是 這個都要用朱砂墨 朱砂墨 朱砂墨不能在 不能在那個書寫的 我們的那個驗台上磨 要在這個上面磨 那朱砂墨貴不貴 我有一個上面寫 大清帝國的朱砂墨 那個假的很多 那還是不要再給我練練 所以朱砂墨要在這個上面磨 磨完了以後 它會到了這個溝槽裡面 然後沾著筆呢 來寫 所以寫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算是 比如說如果符咒的話 可能要 還要第一個什麼 積雪之類的 對 高粱酒 了解吧 所以有沒高粱酒 我就不懂了 這個 所以這個叫朱砂墨盤 是磨磨的磨 不是那個磨的磨 好 那秦大哥 我們一般在看這個磁器的時候 通常都會看這個 它的一個磁胎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這樣子看這個磁胎的話 感覺起來這邊其實是滿新的 是是是 還有一個 像大家都在看那個所謂的杯 杯底的地方 那個圓的地方 杯圓的這個地方 這個到底怎麼看 其實我要這麼說 其實這個 這個還在用 我們要說 其實在氣的上端 我們在看得到的地方 當然要做到非常的細膩 可是在底端就沒有辦法做到這麼細膩的原因 因為在入窑在燒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讓它懸空燒 它一定是怎麼樣 它一定是擺著燒 或者支釘燒 對 它有各種的方法 還有副燒 這樣子燒的也有 所以這種燒法呢 影響到了所謂它的邊緣 所以我們看後面的底座 我們看就看得出來 沒有上釉 它沒有辦法上釉 因為它是直接放在上面燒 那因為在整個的爐 爐裡面的燒法呢 跟它的這個氣型有關係 所以您剛剛所說的 在外 在這個上面 它沒有上釉 它為什麼不上釉 因為這是一個怎麼樣 需要磨出來 要很鋒利 要磨出磨來的東西 它不能上釉 上了釉這樣 根本就磨不住東西來 所以這個東西 原來就是一個磨盤 但是它有個蓋 蓋在哪邊咱們不清楚 它原來有個蓋 它原來有個蓋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是個老東西 判斷起來應該在100年以上 哇 不得了 判斷起來 這個算是老東西 這個要好好的保存 對 6萬 12萬 已經有18萬了 那我今天幫根聖地君籌到18萬 因為籌有原人 把它請回家去 沒有 你這個的話 那個 湊下去剛好20萬 沒有這個 這個剛好20萬 對 說法 好 謝謝宜芳姐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這是我們蔡老闆 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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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帶你們吃飯的傢伙來了 是 特地 特地帶來了 特地帶來了 現在不是都會 你跟我說我們家找比較有價錢 我一直在想 祖師用了佑翔 一直在想 沒有說我們家有什麼麻糬比較價錢 那我現在想 如果現在沒有錢比較有價錢 可能會幾個爭那樣 哈哈 我家啦 是 那你買家家現在有價錢 但是我還想 他還有什麼我比較價錢 我想就是 什麼 我特別帶過來 我這種東西 包括大師 秦大師 麻煩你幫我建駕 這個絕對是無價之保 是是是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謝謝 來麻煩一下 好來 哇 這個字幕寫得不錯 寫得不錯 寫得不錯 而你是最好的傳家寶 是無價之保 我們在這個地方要祝福 我們夢想街57號的所有的觀眾 祝您 大家有情人接神見熟 而你各個成就匯煌 還有十錢排骨競爭 楊諷是我一位大哥 他的字體很漂亮 請拜託萬拜託請他寫了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我們謝謝這個老闆 而你是最好的傳家寶 我知道你 你生兩個好心 你有夠厲害的 那個兩個好心 現在都幫那個 幫那個我們的田狗在賺錢 幫我賺錢 大甘蔚底下本家 你高檔 是是是 所以他的生意非常非常的不錯 今天這個我們的蔡大哥 帶來的東西 他的一個吃飯的傢伙 那蔡大哥他的一個 崛起的一個故事 非常非常的傳奇 因為早期他們是開海餐店 海餐店 對 海餐店怎麼做做到藥燉排骨去 對 海餐店 海餐店 先煮得不好 做得不好的時候 我們如果擠那個也在做 我們如果擠說 不要算了 我們爸是跟他說 如果擠那個 那種觀光樂事 不是不能做 是你要做對行業 那時候他就思考一個問題 中國人喜歡吃補 又怕苦 那古早時 有頭的排骨 是苦苦苦 湯湯湯湯湯那種 就是我們家 我們家的世代人 為了把我們當局去 中央有點 拆一拆到回來 晃一下那個口味 我們爸說 如果我改良下去 行李絕對做廟 叫改良下去 就是今天 所以十全排骨 今天這個湯塔 我們是創始店 所以你才下去想說 我怎麼樣把那個藥燉排骨 把它變得好吃 變得好吃 然後弄了中藥 它還在 只是改變它的色香味 讓它更好吃 所以說 代表是只要你夠專業 身體做不完 有誓者是進程 就像秦大師 你在這個領域 你是蕎蜀 沒有沒有沒有 在主持界 你也創出你一天天 沒有啦 我賣啦 我不敢跟你們比 我們來看吃這個蝦 看到這個 我就想到小孩時 你不就是那時候 海產店的時候 用到這個蝦 現在要燉排骨 應該用不到這個蝦 這不只 這年代表 那一天你靠電話 我找我們家 我說比較有蝦 我說到底什麼 我沒有比較蝦 你說如果蝦有蝦 也有蝦 我靠在這裡蝦有什麼蝦 我想說 這塊 這塊如果有人說 蝦 蝦說多少 剛才他說叫我蝦一蝦 我就說 蝦有這個蝦 那個年紀 那時候 你都不知道這個蝦有蝦 我不知道 所以你叫我蝦 給你蝦 說實在的 拿到這個盤子的話 會勾起很多人的一個威力 是 像我家的話 還有一個這種盤子 那我媽媽也很保管這個盤子 她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 全家團員的時候 他早餐的時候 他才會用這個盤子 不然的話 這個盤子他還放在那邊 所以這個盤子 對我們來講的話 是充滿著記憶 但是不曉得它的一個價值怎麼樣 請請老闆幫我們來開箱 我們小時候 你去吃蝦 都用這個盤子 總部師都放這個 很大隻 然後這個龍蝦 然後那個龍 我們那個盤子裡的蝦都很小 可是畫在上面 畫在上面 靠得到吃不到 打開旁邊的電視 以前的人其實還蠻幽默的 是 我們知道蝦子沒有那麼大 沒有關係 我們就畫一隻大一圍的蝦子 放在上面 畫龍蝦也好 是 這真的恭喜了很多 大家兒時的回憶 然後我們可以看出 這個盤子 可以講說沒有什麼受傷 因為這個盤子 一天可能用兩三次 對 搬進搬出 又洗 又怎麼樣 然後能夠這樣保持這麼好 這個很難得 這個不是新的嗎 看起來好像是不是複製的 應該不是新的 你看它這邊 這個虛 都有一點 你看有一點 浪漫 已經浪漫了 已經洗到兩三八百以上了 所以是曾經用過的 曾經用過的 台灣早期的人的話 真的也是還蠻辛苦的 你看這蝦子就知道 是 畫一尾蝦子可以滿足自己 然後這尾蝦子也不會畫得太複雜 是 是 趕快一筆把它畫下去 這樣子 這也不簡單 是 拿起這個盤子 就想起來以前去吃喜酒 中波塞那個 好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這個盤子 好 來 來 天哥你自己去顧一顧多少 我是說 這有歷史性的意義 如果沒有這個盤子 我看是沒有什麼記憶 我顧一顧 我顧一顧因為年代很久 可能穿過三五十年 所以我顧五百塊 五百塊 五百塊 我顧五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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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來 我們請請阿根幫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是早期的台灣家裡面 很多人都有的 這個是龍蝦大盤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三千元 就這樣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破損 這個很難得 你看 這個盤子最少 我覺得五十年 這個已經有五十年了 最少有五十年 剛剛兩個年紀差不多了 最少有五十年 五十年以來你看 全部都沒有任何的破損 尤其洗盤子的阿姨 洗得這麼仔細 這個盤子有這個價值 其實這個盤子的話 可以看出台灣的一個庶民文化 那除了這個蝦屎盤之外 來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早期這個盤子的話 它其實畫的真的都非常的簡單 除了有蝦屎之外 另外還有魚 魚也很難吃得到 所以就乾脆畫一尾魚在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象徵 這個大富大貴的牡丹 另外多子多孫的葡萄 另外還有鶴 長壽的鶴 但是上面的圖屯其實說實在 真的很簡單 不像我們在那個故宮裡面看到 那個清朝皇宮啊什麼的 他們那些畫的這些奇珍易寶這樣子 那台灣的一個庶民文化呢 畫得這樣的不錯 那可是呢 這樣子看下來的話也不得了 這個以前 一二十塊 一二十塊 現在三千塊 這樣也起得不錯啦 其實慶學這個蝦子我覺得畫的不比齊牌師畫的很差 齊牌師也是畫的 你不覺得嗎 對沒有錯 齊牌師畫的蝦子也很簡單啊 而且它是算一尾蝦一尾蝦在賣的對不對 是是是是 這個牌子的話一定要畫一尾蝦嗎 有沒有畫三尾的 沒有 好像沒看過也很特別 都是畫一尾 一尾龍蝦 一尾龍蝦 這是在蝦還是浪蝦嗎 浪蝦 浪蝦 浪蝦啦 這是浪蝦 這不是泰國蝦啦 浪蝦 好這個是浪蝦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呢 下面看起來 這可能要 看包裝盒 稍微小心一點 看包裝盒就知道這個價值連成了 因為它這個盒子的話應該也是有一個年代在 給大家看 有不得了 來 天古你這是 你這是怎麼來的 這個喔 這如果說這個喔 每個東西都有一個故事跟他的歷史 過期很多的回憶 這將軍前三十年前 我那邊那邊 我家裡有一個毛筆的 他製作毛筆 拍毛筆之類的 他比較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去 那時候大概民國七十六年 剛開放 剛開放 有機會去那邊 那帶回來 然後這小時的話 他人很可愛 但是他現在又欠我錢 那是怎麼欠我錢的 那些人很好 那些人很好 那些人好死人 他們定義要走路 沒有錢還要去找錢 他要去找錢 他要去找錢 不然我跟他找錢 靠我腰 你便比別人還要害 那常常來這裡 但是我也聽到好處 我們家裡有其他東西 記得我們說 可能去十歲有的 是 當初他幫他找錢 幫他找錢 拿東西來賺我 是 在你啊 不是阿 對 這不是重點的 我不是在賺錢 他是說 你幫他賺五萬 他都沒有被人 沒有錢 我剛才在家裡 一天到他端門之後 看著我 我媽筆了 這東西 這漂亮 這多少 是 是 如果你要賺 沒有 我只能欠我五萬 滴滴過 我們在家裡都是這樣 用渡的 用渡的 你不要亂說 你只要讓他告訴我 我告訴你 沒有 以前沒有這件事 以前讓我聽一下 笑話說 我發現這件事 所以田果 你這個是五萬塊 下去賺的嗎 兩台 兩台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也是 好 用兩個 兩個碗 那如果把它換下來的話 就是兩萬五左右 好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呢 我剛剛幫他算一下 而且 這個上面呢 畫的是美女圖 應該是十二美女圖 我剛剛給他算一下 十二四女圖 或是美女圖 那畫得非常非常的細緻 然後呢 這邊呢 有三顆的一個 這個壽塔 然後 底下這邊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有落款的 好 來 仔細看 大清乾隆年寺 好 我們請呢 這個 請大哥幫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 真的是大清乾隆年間的話 記得你可能這個要關給故宮 因為我常去故宮看 沒有啦 我要叫他買 故宮的 我跟你說 故宮的東西搞不好 都沒有你這個來的經驗 我也這麼覺得 真的 所以這真的假意對我來說 平不重要 年代也不重要 因為我也要改遍 好 在那個 秦大哥呢 幫我們鑑定之前呢 我先請田哥幫我來看一個東西 剛剛你有看到落款 有 有看到落款 好 這一本書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十全乾隆 那 十全排骨湯 還有十全排骨湯 還有十全排骨湯 還有十全排骨湯的 那個乾隆 好 來 乾隆年間的碗呢 這是乾隆裡面所珍藏的碗 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花樣跟它其實差不多 而且畫得非常非常的細緻 沒有比比較不好 沒有比比較不好 好 那最重要呢 我們要來看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一個落款 來 落款在這邊 來 有感覺嗎 來 你看一下 差不多 大肆差不多 好 來 我們來比較一下 一模一樣 你看看嗎 來這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落款 你看一模一樣 好 這個呢 稍微比較小一點 我們呢 再拿一個更大一點的一個落款 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就像喔 是 一模一樣 大清乾隆年次 好 怡芳姐你有沒有看到 有 可是我總感覺好像 我在中山北路有些店裡面有類似的東西 不是嗎 中山北路那也很貴吧 你講的話 我不知道有類似的東西 因為 我記得秦隆他的 又為什麼黃色 就黃加的顏色 他就是那個黃色不容易燒出來的 喔 可是他這個裡面又黃啊 黃不是燒不出來 黃是不能使用 喔 因為那時候是黃是專用的 對 明黃是黃是專用 好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落款的話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把它比對一下 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呢 我手上現在正在動的這個 這個的話呢 是珍藏在故宮的文物 那現在手上拿的這個的話呢 是珍藏在故宮的文物 這張品的話呢 是在那個天購家啦 是 好來 請 其他哥好好拿一下 這個是奇隆年間的碗 其實觀眾朋友可以再仔細看一下喔 這 這個圖圖 我覺得相當有趣 這是在大觀園裡面的十二金猜 就是精靈十二金猜 這是《紅龍夢》裡面的人物喔 畫得都很漂亮 而且經過用放上鏡看以後 有一位是確實類似林黛玉 哪一個啊 哪一個是林黛玉啊 這不能告訴你 看起來都長得很像啊 是 好 來 我們來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好不好 來 天購你差不多高多少歲啊 我說真的 那句是杜曉 我是青菜啦 那不然我也不會賣那麼多啦 那以我現在說他會記得 不要說喔 不要說一碗一碗 一碗 一碗兩碗五啦 那我告訴你現在 我們將心比心 就這個東西現在不要給我嘛 我現在要再賣了 我也不知道錢要賣了 但是有這麼漂亮 有這麼漂亮 我頭五千我再賣 五千喔 五千咖啡 剛才如果看得到 你那些故宮的東西都一樣 你只能說 你現在在跟我說一樣 如果一樣就一樣 一樣就一樣 一萬塊喔 對啦 這樣燒啦 好 來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搭金賢農年次的一個 只是二斤差碗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搭金賢農年次的一個 只是二斤差碗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三萬元 這賺五千啦 為什麼那麼貴啊 這真的是清代的嗎 這個應該是 我的判斷啊 應該是近代的 對 近代的 但是它的這個描繪 對 公筆描繪啊 畫得非常的漂亮 這個粉彩碗 我這我蠻佩服 應該是 算是非常精密的細工 人工畫的 它是非常工畫的 人工畫出來的 那碗 那我怎麼判斷它不是清代呢 我們看這個 裡面的釉面 裡面釉面 抱歉 這是現代人的 濕釉的方式 這麼樣的光滑 這麼的亮 這個用噴的 這是用這個 所謂的高壓氣體棒 噴出來的釉 所以才會這麼亮 這麼均勻 但是它的畫工 我可以這麼說 這個畫工 絕對有這個價值 至於說是 後面這個圖章 其實圖章這個東西的複製 從古到今 各種方式 像我們用所謂電腦繪圖 那更厲害 所以任何的所謂圖章的部分 我們不要相信 我們要相信的是 有關於它的樹胎 有關於它的上釉 有關於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花色 這個跟這個瓷器 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的判斷應該是 最少應該有在二十年以上 但是是現代 應該是現代的這個 一個 製作的一個 一個分彩碗 所以它真正的一個價值 就在於它的一個畫工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 這些工人的畫工 其實已經 那個工資越來越高 現在如果花三萬塊錢 叫人家畫這麼一個 畫不出來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更何況它還是 所謂的粉彩釉 這個光黎上色的部分 又是一個難度 好 你看田哥 你剛剛估的太便宜了 這央五千也才一萬塊 所以那時候 把你賭 你其實也回來了 是 二十萬年先 但是我先告訴你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現在 因為我的個性 我什麼東西我買進來 不會再買出去 它增值多少 另外七十 這個東西我繼續保存 將來現在傳給兒子 將來的話傳給孫子 會不會再增值 當然會繼續增值 為什麼 因為我這麼說 手工的東西 會越來越貴 如果機器的東西 會越來越便宜 是 這個東西不是印刷的 如果是印刷的 那價值就不高了 很明顯 這是用手工匯出來的 所以這個有收藏價值 所以田哥你這要好好的 只有一個碗 你要傳給誰 沒有 我們家的東西都兩行 你也知道 車也都帶了 對 我們兩個好心 是 你經常開兩間 你開一間 阿伯要傳給誰 現在沒有一間 你也知道 還要開一間 還要開一間 還要開 外面沒有其他人 沒有 這件事不可以 不可以 沒有你那個店的開不完 我知道 這整機我知道 三個都不可以吃 所以田哥 其實都不會偏心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寬後 兩行 連那個項鍊也是兩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翡翠的罪子 這個翡翠的罪子 是你要送給你太太的嗎 還是 基本上次 以前是我們沒在管 是 上次我都三十多塊 我們家的都是長公 對對對 現在都長公 現在都長公 沒有領心水 沒有領心水 給你睡 沒那麼省水 沒那麼省水 好來 我們請那個 這個 請大哥幫我們看一下 老婆那時候的話 大嫂那時候怎麼會買這個 那時候 這個大概是二十多年前 那個人興趣的 二十多年前 你們那時候還是在集合路上面 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生意就很好 但是聽說 你們那時候的那個 店面的話很小 但是生意做不完 那個時候 那個店面的話 一個月房租二十四萬 那老婆不就數錢數翻了嗎 沒有那上一代的 上一代我們真的 接手到十幾年而已 喔 輪到我們手上 那時候 老婆是賺到錢以後 才去買這個 沒有 那個時候她就買 二十幾年前還沒接手 她就買了 她一種興趣 然後的話 你人家喔 一般人好像有這種觀念 她買一個東西 譬如說買五塊錢 她漲價擋到十塊 她很高興 是 那是我對這個東西 譬如說她的價值三萬幾萬 對我來說 我不會太在意 因為我很喜歡她 不管她值三千值多少 我會喜歡她 是 我的價值是我教她 這也是我在乎 那是我的家裡 我腰燉排骨 雖然像我八十塊 生意如果繼續有人教她吃 我生意繼續做不完 這東西真實實 對 對啦 一點都沒錯 這比較重要 腰燉排骨那是多水啦 對不對 對 細水長流 對啊 大嫂那時候買這個的話 是在 也是在士林那附近買的 對 應該是士林那個 市場那個裡面 那幾家店是不是 士林 好像不是那邊 不是銀樓那邊 有幾家賣 銀樓 那時候買是買多少 這個 有幾家銀樓市 其實賣東西都賣蠻好的 士林就是 對啦 因為那邊也是貴婦 也還蠻多的 好 我們買九千塊 我們做一個秀 然後我先說一下 你這條鏈子是純白金的 好 大概是三千半左右 這也就是說 但是我不評估了 我們就直接 就這塊趁雲 好不好 這塊趁雲來 好現在重點就是九千塊 九千多塊 九千多塊 好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來評估一下 請問他可以買到假的嗎 我不清楚 那其實假的也沒關係啦 好 假的也沒關係 老婆喜歡就好了 這個心胸豁達 對 做大生意的人 好 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最值呢 目前市場上行期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五萬元 好 好 他真的有賺到 有賺到 有賺到 現在他看得到 爽口說 好 陳大哥這個為什麼 過去買的話買 大概二十年 大概九千塊而已 九千多塊 為什麼賺那麼多 因為首先它是天然的 沒有進過任何處理 是 那過去脆育多的時候 價格不高 現在大家搶著要 所以變成行情擠出來了 限量四種脆育 五萬塊起跳以上 是 是 但是一定要怎麼樣 天然的 不能人工優化處理 是 人工優化處理就完了 好 所以我的評估是這樣 你看 如果比較厚的話 再厚一點 這要破十萬以上 哇 唯一的缺點是 最薄 最薄 可是它底下也沒有做封底 對不對 沒封底 可是也沒有封底 它的 它的優點就是它是 色 夠滿 滿色 它的缺點就是 帶黑太薄 太薄 是 所以我們給它評估是五萬 那刁的普通 刁工普通 以前你看九千塊就可以買到這種東西 沒有 現在高錢可以買到什麼 千金難買早知道 對啊 是 以前紫蘭蘭一字才兩千塊三千塊 你那時候都沒有多買一點 這是我厚 因為覺得不夠漂亮 哈哈 最後那個老婆如果要買什麼 五克拉的鑽件 讓她去買 要買那個翡翠幾百萬的 讓她去買 對不對 這基本上也要有那個錢 哈哈 你不是現在要大英 大嫂 你不是只有我送的 不是 慶絕 現在蔡大哥的這個難處在哪裡 不換寡 換不雲 還有兩個人 兩個 兩個小朋友 你現在只有兩個 翠玉對不對 對 如果兩個都是A的OK 那有 如果是兩個都是B的也OK 對 都要一樣 其他人等一下賤加五萬塊 一樣價錢才行 對 好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的話呢 會不會是一個A一個B 這個要買八千 這個要買八千 一千而已 那同時間買 同時間 同時間 同一段時間 這個看起來好像霧霧耶 好是喔 好 好 好像沒有那個那個 那個色澤上面沒有那麼的漂亮 可是後面有透了 有那個 它有包底 這條也是白金的耶 但是這條白金比較輕 差不多兩隻 因為這頭的 你知道嗎 買的花錢我知道了 那白金的連的我不知道 喔 那不說啦 是 我想說七連 喔 那白金現在也沒那麼的 喔 那腳有腰一開始就沒了 我三 不過那當中開了價錢 那當中開了那麼燙到 所以說 這條白金拔連也是沒有跟你算下來的 他沒有告訴我 對 他沒有告訴我 我們不要評估那個白金項墊 我們就是這一塊不以罪 好不好 是同一個從 在同一家店買的是不是 應該是 同一家店應該不至於說 一個賣你A一個賣你B 這樣子 好來評估一下 好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好這個翡翠最值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1500塊 蛤 靠腰啊 他那條哪條這條 這條 這條 這條是出力給 我們上機器 看看是不是我說的是對的 來 他怎麼會這樣 同一家店買的 因為後面有包底夾的比較多 一個真 這可能要太久了吧 太久了 其實 其實這二十三年前 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有處理 沒有處理 有什麼 他是通路嘛 他不是製造商 對不對 人家拿來擺 他就擺下 他也同時要照 來廠商說 光環 光環 他不可能說米的 他也會知道說 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可是以前很多 珠寶店他也都不清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你看 我們在這個兩千八百的地方 這個高峰啊 突然掉下來 變平底了 對 這表示這是曾經處理過 優化處理過 所以儀器可以講話 儀器可以講話 所以 Sorry 沒關係 兩個 兩個小孩可能要 擇一憂而 可以再買 再買一條 再買一條 沒差 可是秦大哥 他這個 因為已經放了二十幾年了 剛開始可能 大家看的時候 會是一樣的 長得可能會一樣 可是放時間久的話 其實是從表面上面看的話 其實還很明顯 是 你看 我也是覺得 我們覺得 他的步驟也不夠 其實一看就會 其實你看起來還是有差別 一個有水 一個沒水 這兩個時間點也一樣 看起來閒事也是 歡迎 歡迎就好了 是啦 有啦 你這樣也賺到啦 像是我啦 風叫他就是那個我 那個藥燉排骨 又來就歡迎他表演 對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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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